下面再继续讲 刚刚呢咱们已经把多任务 它是怎么实现的了 简单给大家咱们说了一下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了咱们的代码部分 这个是重点 那么我怎么才能让我的一个 Python程序里面完成多任务呢 其实我那会是不是给大家写过一个demo 那么这个demo他们怎么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threading模块 threading模块里边 有一个类叫thread 有一个类叫thread 来同学看这个demo threading模块里边有一个类叫thread 这个类名写在这 前面同学们写上括号意味着什么 前面写上个类名写上个括号 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创建一个对象 对吧我创建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 就是将来咱们启动的这个现成 那么当我通过这个对象 点start的时候 这个现成就真正的开始创建 那么什么是现成 其实现成就是实现多任务的一种手段 那么通过thread创建出来的实例对象 这个实例对象点start只要一掉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创建了一个现成 这个现成去做代码 好了 那么看着我估计咱们大家的这个现成 现在不理解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 当我在看到一个代码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一定有一个箭筹在往上走啊 这个没错吧 你就把这个箭筹理解为现成 听懂我说什么吗 也就是我说什么 一个啊 一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一定啊 一定有一个执行代码的东西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咱们就称之为现成 对于咱们通俗的理解 你就把现成理解为这个红颜色箭筹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红颜色的箭筹执行到哪 决定了 交代了咱们要执行什么代码 好了第一步 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 甭管它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是干什么 定一个函数 会不会到里边去执行 定一个函数 会不会到里边执行 不会啊 不就跳过去了吗 跳过去接下来 这个满毒吗 满毒 满毒下来就做这个事情了吧 对吧 父亲话做不做 这个都无所谓 因为咱们都知道 父亲要干点什么事的 那他妈 接下来主要是看这句话 这句话干点什么事 主要是这句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这个代码了吧 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个类 请问 你不管这个类叫什么 你即使叫X也行 它只要成功不出异常 它的返回值 是不是就是这个变量指向的那个实力对象了吧 是不是相当于T指向的那个实力对象呀 那么咱们简单通通的就是T 其实就是这个实力对象 OK 我红颜色箭头 现在指向的这句话 创建了个这个对象 最低 一定是这个类创建的 那么这个类创建出了个对象 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接下来通过这个对象 调用START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从这个位置 再去伸出一条小的箭头来 这么说理解了吧 据我那句话 一个箭头就是一个现场 现场这个箭头指向哪 这个箭头指向哪 现场就指向哪 代码 请问 接下来当我一指向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向哪 又生出来了一个小箭头 这个箭头去哪 执行呢 你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在这里边用Target 给它相当于指明了 给哪个参数传递 给这个Target 传递的是什么东西 请问 大家看传的是什么 是不是传了一个函数的名字 请问同学们 函数的名字是什么 知道吗 函数的名字是什么 好了 以后我再给大家补 函数的名字 就是一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指向了函数 这么说的理解了吧 A等于100 A指向了100 A等于列表 A指向了列表 如果定义了一个函数 它叫say sorry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变量名 叫say sorry 那么它指向了这个函数而已 后面我相信给大家讲 今天你不用关心 不用说那么复杂 简而言之 咱们通俗的讲怎么讲了 我再来一遍 程序Python站引起的时候 从这开始执行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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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到这的时候 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say sorry OK跳过去 定义函数不会执行 调用函数的执行 好了 这个条件满足吗 满足 来接下来复权关 执行在岗 这句话请问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 新的实力对象 这个实力对象 在调用的过程当中 你给target这个 谈数传的是什么 我传了个什么呢 say sorry 一个函数的引用 这个函数在哪 我把函数名放在这 就行了 这个实力对象t 他此时立马生出一个 红颜色箭筒了 那么这个红颜色箭筒呢 就会到这个地方 去执行代码 能理解了吗 此时 我的程序里边 有两个箭筒 两个箭筒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可以单独执行代码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 单独执行代码了呀 最终才完成了做任务 能听到我想说什么吗 也就是说 咱们想要实现做任务 最最最终想干什么 怎么想干什么 最核心的代码就是 我先创建一个这个实力对象 只要保证我给target传递的是 我接下来想要做的那个 代码的函数的名字 放在这 这个实力对象 只要一定要用start 我就认为 这个代码可以单独执行 是谁单独执行的呢 你既然把这个红颜色箭图 称之为现场 那么咱们就把这个 也称之为现场 那么怎么区分是 我创建出来的现场 就怎么区分你们两个呢 毕竟上面的这个红箭图 是不是下面这个 创建出来的吧 所以说呢 咱们把上面这个 红颜色的这个箭图 现场称之为什么现场呢 紫现场 称之为叫做紫现场 然后下面的这个 红颜色箭图称之为什么 主现场 好了我问一个问题 一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一定有个现场 这个现场名叫什么呀 咱们怎么称呼它 是不是一般都称之为主现场呀 没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一般规律都称之为主现场 只要这个主现场 创建了现场 那么咱就称之为 紫现场 这么说理解了吧 创建了这个红颜色箭图 咱们核心点理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听了这么一会儿的代码 听了一会儿 刚刚的这一图的讲解 那核心点是什么呢 我同这些话里边抽出核心点 东哥刚刚讲的是核心点 是代码刚开始流出 是向下运行的 没错 只要你想样的设法 执行到了这句话 你这里边传的是哪个函数名 将来你再去调用这个实力对象 start的时候 接下来这个函数 就可以单独运行 这么说理解了吧 你想要实现多任务 那么话说回来 不就是我只要想方设法 创建多个这样的实力对象 就让这些多个实力对象 去调用start 请问是不是多个函数 是不是就可以制成了吧 这就是完成多任务 来 此时的吗 你回个图来看这个代码 我估计这个时候就看得懂了 来 理一理吧 刚开始的时候 代码是不从上下来支枪 来 导入两个模块 没关系 定一个函数 会到里边执行吗 不会 跳过去 定一个函数 会到里边执行吗 不会 跳过去 不会 跳过去 接下来 这个if 它是真正先执行了 if执行完了之后 接下来怎么着 执行慢 我刚刚给大家讲解的 是不是一个程序的一个流场 同学们切记 我刚刚讲解的东西 是你要模仿的 想要看懂一个别人写的代码 同学们 大忌 就是切记 咱们不能犯这么一个错误 从第一行开始看 听懂吗 看别人写的代码的时候 千万不能从上外看 那从往哪往哪看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我原来我09年 还是零几年 我在济南私习的时候 干什么事情了 我刚去的第一天 那个老大人说 小王 那个 你之前搞费眼了 是吧 我说是 我说我还之前在实验室里边 带过很多年 然后说 不错 行 那么接下来 我给你一个C1代码 你看看 我说行 老大 你想让我改个什么呢 他说 也不用改 我给你一个代码 你先看看 看C1不过看 我心里一万个少 可以啊 太给力了 看C1不过看 他又说了一句话 今天是星期一 我说是 星期五的时候 你告诉我这个代码 干了件什么事 我说行了 没问题 OK 他一会上了QQQ发过来 我立马就懵了 8000行 8000行的C1 一个星期 而且我那是实习 你懂吧 而且我没有真正的 实际开发工作经验 只是在学校里边那些经验 懵了 一脸的懵圈 但是我记下来 我静心了 我想想 8000行C1 让我一个星期看完 又说五天看完 你打死我 我也看不完 一天看一千多 你不扯的吗 我灵机一动 我想了个办法 我想要把这个代码读懂 我不能每一句话都看 那摆没摆摆 看不完 怎么看着呢 我只要读懂 他先干什么 再干什么 再干什么 他大致的流程 是不是就完了 所以说我就在里边 找一个函数名 叫慢函数 C1的程序 必须从慢函数开始指向 但是咱那python不见得 对吧 我的一个python程序 里面没有函数都行 但是这一点一定是慢函数 我怎么知道呢 灵机一动 我去找慢函数呀 慢函数的规律 要么在最前面 要么在最后面 你听懂了吗 我看了看前面没有 那我就灵机一动 应该是在最下面 我就翻呀翻呀翻 8000行什么效果 第一次见8000行 滚动条都不动 你懂吗 滚动条你看正常情况下 咱们最右边 是不是一个滚动条吧 差不多 滚动条如果大的话 就这么大 小的话有多小呢 一条线 我就拖了这条线 滚动条往上翻翻翻 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OK终于看到了慢函数 慢函数差不多100来行 那么我 花了一个星期 堵了100行的代码 等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 老大过来 小王读完了吗 老大读完了 老大又不跟你讲讲 他说行 我说你一共分析五个模块 第一个什么电压处理 第二个显示 第三个怎么的 第四个怎么的 一共五个 我说哎不错 挺好 下一星期来我一定加任务 可以了 家人用了什么呢 就让我给需求了 代码就看完了 代码我就看完了 我只是说个经验 我那个时候呢 我去了公司之后 我发现了 八千号代码里边 什么东西呢 将近有三千多号 都是重复的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 不能在这个公司里边常呆 为什么呢 八千号代码 有三千号是重复的 那不在这扯 那不就毁人生了吗 所以说实习几个月之后 我就跑了 懂吗 不能在那里干 如果一个 你去了公司 如果这个公司 没有一个好的老大代 你将来发展一定受限 怎么说理解了吧 最终我发现了代码什么呢 这个代码 需要在这个地方用 它就Ctrl-C Ctrl-V 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封装成N个函数 接下来去签头调用 是不是可以了吧 他们原来没有那么多 我做完之后 就省了两千多号代码 我老大 可以啊 接下来我说老大 这个工作 是不是适当地涨一涨 咱们锦南的工作也不高 最多才一千来块钱 我说那算了 那算了 对吧 就是道理 好那么 我想说的是什么 读别人一个代码的时候 不要从第一号码看 懂吗 这就是我想说的代码 怎么说的呢 你看啊 如果是我读的话 东哥先干了什么 东哥导入模块 管他导入模块 定函数定函数定函数 甭管他 管他定什么 不管 这就化线资计 没错吧 这就化线资计 接下来他调卖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接下来执行这个函数 设想一个场景 如果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是否意味着 27行的函数调用完了吗 27行的函数调用完了 请问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我的建筑机训业押 下面没代码 是不是成绩执行完了 也就是说核心 只要是曼函数代码看完了 是不是整个程序代码就看完了 就这么简单 来他们来看这 第一步 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创建这个实力对象的时候呢 你给他传的函数是 SIN 函数名 切记 你不能写这个东西 这是意味着啥呀 你可不能写上SIN括号 档次括号 写上这个论文就完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叫什么 这叫掉函数 就这个原则啊 写上函数名 写上括号 这叫什么呀 调用函数 而只写函数名 这就相当于 你告诉我那个函数在哪 你听懂了吗 两码是 好的 那么当咱们接下来 执行完了这句话 创建了个对象 叫T1指向 执行完这句话 创建了个对象 叫T2指向 接下来还没有建筑 当我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请问意味着什么 创了个建筑 那这个建筑就是个现成了 这个建筑去哪支向 T1去哪支向 T1你创的时候 是指定的函数在哪 在这 哦这个地方有个建筑 是不是指定这了吧 好了 这个他往下走 没错吧 请问我这个是不是也往下走 当我向下走的时候 我执行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我又创了个建筑 我又创了个建筑 我创了这个建筑之后 请问他们这个建筑去哪支向 是不是当时 是不是在这里边支向 好了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他们 接下来这个建筑 还向下走 下走的时候 大家也没发现什么 没有代码了吧 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律 如果主线城 接下来没有代码的 那么主线城 等着这些子线城先结束 听懂了吗 就是你想啊 毕竟那些孩子 是你生出来的 如果你死了 那些孩子不就死了吗 所以说你不能死 你就等了 就是这个道理 就称这个子线城 这个主线城 就是这个道理 子线城他在走 他在走 请问这个主线城 是不是相当于卡在这 是不是等着他们结束了吗 当子线城结束了 结束了 所有的子线城都结束之后 主线城 就给屁 就死了 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 他就结束了 当主线城结束之后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来 两分钟 理一下 我刚给大家讲解的 在程序里边 完成多任务的核心点 把这个刘舍城赌一遍 描述一遍 描述完之后 咱们就下课休息 没有 现在 我回到来 没关系 这一件事 就是 不是